大家好,我是一本真经的棒军 一名女子神秘死亡 是他杀,还是某种神秘的力量 法医解剖尸检,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直到最后一刻死因皆小 真相却让人意外 重苦为社会反思影评 尸检 肉死猫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表情很痛苦的溜出车子 刚走没几步,就倒在停车场 由于距离马路较远 没有人发现他倒在那里 偶尔有路人走过看到他 也只是忘了一眼就离开 一个师奶发现了他,不停的寻规 确定他没有任何生命体征之后 惊慌的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警察赶到 发现若是被捕中弹,已经生发 所有来到太平间进行触底 拍照,冷冻 他不孤单,也不寂寞 这里还有很多像他一样 永远沉睡的尸体 静静的等待着被解剖,被分离 法医开始事件流程之前 详细的描述了一下 肉死的体态情况 一边左手准备解剖 一边和肉死聊了起来 从胸强到肚子的地方 进行歪自行解剖 取出肋骨 再用整线缝合 用一种特殊的红色液体 注射到体内 清除肉身里面残留的淤血 接着取出各种器官 进行称重 清洗干净身上的每一处地方 最后再将所有器官打包好 放回身体 运回肉死所在的家乡 冰衣官的人为他换上好看的群衣 梳妆打扮一番 好让他在家人面前 也就是那么的亮丽好看 随后放入灵酒 等待入土 好好的一个人 说没就没了 丈夫杰克 得知若是意外生亡 一把鼻涕一把泪 带着两个孩子 见到老马最后一面 小家伙知道老马好像不在了 没有太多悲痛的情绪 也许是年纪小 还比较懵懂 也许是潜意识里就有的 对死亡的恐惧排斥 一家四口少了一个 不再完整 未来的日子里 杰克将同时扮演母亲的角色 又当爹又当娘的 日子不好过啊 接着画面一转 一家四口来到酒店 等级入住 看起来温馨和谐 非常happy 在等电梯的时候 若是突然想起 要去车里拿点东西 让杰克和孩子们先上去 来到车上刚打着电话 旁边的两辆车 貌似发生了碰撞 车主一来一往 互相辱骂起来 其中一个家伙 还直接掏出手枪 干了起来 双方交回了没有300个回复 另外一个家伙开枪乱打 打出了肉丝的车伤玻璃 随后两个开枪的家伙 离开了现场 而肉丝也这才发现 身上中了一枪 接着就是片头出现的那一顿 留下车子 倒在停车场 这时候杰克还打来电话 叫他顺便去潮湿 买一只牙刷 最后说了一句 爱你哦 众口味短片 尸解 解剖尸体的画面 和吴宾女士很是相似 但死亡真相却完全不一样 影片的女主 因为是突然的枪击事件而死 真的是非常突然 没有任何悬疑和惊悚 谁该为这次的悲剧买单呢 是乱开枪的车主 还是某些监管不利的机构 抑或是 事实缺失 男主一家承受了所有的一切